食品用塑料袋放进冰箱等于再吃塑料袋 央视实验揭晓真相 大家在把菜放进冰箱的时候 是不是都习惯把装菜的塑料袋一起放了呢 有时候放在冷冻的肉类袋子破了也不换 约有食物暴露在空气中 这已经成为很多人顺手的习惯之一 讨若今天告诉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很不健康甚至会致癌 你们相信吗 食品用塑料袋放进冰箱等于再吃塑料袋 央视实验揭晓真相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查按点赞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塑料的原材料是石油 石油提炼得到聚乙烯 聚饼烯 聚本乙烯等 然后再混合加入其他不同特性的添加剂 比如增塑剂 活色剂 树枝等 将其按比例混合放入无具中 加热凝固形成一定的形状 这就是塑料袋 为了探究把塑料袋放进冰箱里 会不会致癌 央视节目做过一个实验 将几种蔬菜分别放入不同的食品保鲜袋中 在冰箱中保存相同时间 然后进行蔬菜中塑化剂的检测 最终检测结果表明 这些蔬菜在塑料袋中不含增足剂 不过 该实验使用的塑料袋均为食品级塑料袋 成分稳定安全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很多商贩的塑料袋 成本低来源不明 所以他们用的很多塑料袋的成分 不一定能达到食品水平 很可能会影响健康 虽说把食品级塑料袋放在冰箱里 没有致癌风险 但日常生活中也最好不要这样做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塑料袋密封性差 塑料袋本身密闭性很差 再加上很多人在放蔬菜的时候 不把袋口完全封住 如果直接放进冰箱里 冰箱里的一些微生物 很容易在食品表面随意生长 出现安全疑患 二 塑料袋冷冻容易破裂 如果将塑料袋直接放入低温冷冻室 食物和塑料袋可能会粘在一起 特别是肉类 但被冷冻的塑料袋会变脆 如果直接用暴力将两者分离的话 很可能会在食物的表面残留坏了的塑料袋 吃了之后对健康不太好 在生活中塑料袋的使用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使用时要注意这些事情 一 不用塑料袋装熟食 在塑料袋里放入熟食时 最好不要选择有颜色的 彩色塑料袋多由回收废塑料制成 直接放入食品容易导致食物变质 也可能导致食物中毒 二 不使用塑料袋保鲜果蔬 塑料袋透气性非常差 不建议日常使用塑料袋 直接放新鲜水果和蔬菜 特别是放入冰箱保持新鲜时 请务必更换透气性好的保鲜袋 如果长期把树果焖在塑料袋里 新鲜度会大幅下降 三塑料袋不要用微波炉加热 德州学院化工学院吕教授表示 塑料制品是一种不耐高温的物质 直接把塑料放在微波炉里 里面的增速剂会挥发 这些物质长期大量食用 对健康非常不利 很多人以为冰箱是保险箱 其实很多疾病都是因为 吃了冰箱里不新鲜的东西 和被污染的食品 不建议把这些食物放在冰箱里 一 香蕉 香蕉皮中还有大量的分类物质 和多分氧化酶 当表皮细胞受到低温破坏而破损时 这些物质就会从香蕉表皮飞出 聚合成黑色素 把香蕉弄黑的话 里面的果肉可能没有坏 但黑乎乎的表皮 容易让人看着头皮发麻 无法下咽 二 红薯 土豆 冰箱内湿度很高 红薯和土豆等蔬菜的水分 本身很难流失 放入冰箱 只会加快变软和发霉的速度 所以建议在阴凉处干燥 三 红茶 绿茶本身具有很高的人体养生价值 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儿茶素 但美国《食物科学》杂志刊登的 一项研究显示 绿茶在常温下放置6个月后 而茶素含量减少 所以绿茶最好存放在冰箱里 但红茶在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如果放在冰箱里保管 有可能会失去营养素或者细菌繁殖 对健康不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茶案点赞3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3秒